孟茴长,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虎,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战方的话是一手普多山,对战方是一手利物装,看一看宙师普多打利物装的话,哪一个更强一点? 哎,观战方这个武器是一个,这个级吗?一个武器的一个帮办吗?还是非常好看啊,经营着一个鱼,观战方一手利物装,控制住观战方的一个人 对战方拉顺法 对战方打得有点急啊,其实也还可以是吧,对战方很明白宙师普多的一个劣势啊,他知道宙师普多的一个 这个轻宝宝能力确实是偏弱一点啊,直接就是拉出这个顺法,就是和观战方干 你看,这手顺法的话,继续出手,观战方必须处理掉这支顺法啊,宝宝拍,给他拍死,对战方这种肉宝宝是可以贴一下的啊 观战方后排龙龟给自己爬血,观战方人物继续出 观战方,观战方开始,顾伤点对战方的一个人,弹了一手 观战方,观战方开始拉顺法 像这种顺法的话,在对战方的一个面前的话,想生存还是非常难,对战方阴雨过来,伤害贼高 净战方库 对战方 不 opt 对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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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ncont战 对战方 你在寻 my 是什么 是吧 观众方的一个前排须弥 哦 队长方是想让宝宝听须弥 没有想到这个须弥的一个速度有点快 是直接先踩死了队长方 这样的话队长方真的是血亏 队长方的一个须弥也爬起来 孩子动了 队长方的话这个失误真的是不应该 观众方继续拉顺法 队长方的一个肉是绿了 队长方黑色童子拉起来 队长方换孩子 这场比赛的话还是非常有打头 紧箍咒一手索血手势 现在对于观众方而言是吧 只需要就是说尽可能的脱回合就行了 队长方被人越乾坤靠动一手琴的话是把自己解开 队长方丢一手金青 队长方的一个轮换 队长方的一个轮换 队长方的一手 冠战方继续给对待方补紧无咒,对待方再次拿掉冠战方的一个前盘。 对待方的一个虚弥再爬起来,这回合的话,对待方一定要让这个虚弥的一个化魂出手一次。 冠战方出孩子。 现在来到第17回合,对待方其实想要和观战方继续周旋的话,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观战方现在手里已经没有宝宝可以用了,反观对待方现在兵强马壮,而且对待方也不着急换宝宝。 就是用对待方的一个宝宝尽可能地打掉观战方的一个有生的一个输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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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方立片,有真阳令奇的一个加持,直接过来点观察方的一个人。 但是帅不过三秒,直接又被观察方给打出高鬼魂。 观察方利用孩子的一个环魂,是把无消耗进行一个疯狂的一个点拉,让观察方的话说实话非常难受,你看观察方还得去守观察方的一个尸体。 但是对于武装而言的话,黄魂就算拉起来能够干的一个事儿是少之又少,你想阴雨的话也是阴雨不出来。 对于武装而言,对于武装而言,对于武装而言。 对于武装而言,对于武装而言,对于武装而言,对于武装而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